有事報信息 活動開場就由龜山區的青年有事報信 象徵性的招告族人 封年祭活動正式開始 連合同年節即將開始 邀請局長 與我們族人一起奉相聲之語 再由桃園市副總頭目 帶領眾人向祖靈祈福 祈求活動順利圓滿 往年我們只有一天的時間就完成了 所以說今年的我們分成兩天 第一天我們就有把在地的社團也拉進來 第二天才是我們12區的舞蹈比賽 所以說我們希望透過這樣 有在新在地在型的概念 讓在地的文化能夠呈現在我們豐年季 市長鄭文燦也出席活動 並表示桃園市原住民族人口即將突破8萬人 未來渴望超越花蓮縣 也期盼讓所有原住民家庭 都能夠在桃園工作 生活 打拼 追求人生的幸福 特別除了原鄉的住進區以外 都會原住民 在住宅 教育都有很多的需求 所以我們要求市政府 租金補貼原住民的家庭比例一定要提高 從2000個要提高到4000個 我們的社會住宅現在大概8% 有原住民的家庭進駐 我們盡量重溫讓它可以到達10% 現場設有多個原民工藝攤位以及美食專區 並且安排多組原住民族傳統武道藝術團體進行展演 有別於以往傳統的武道競賽 藉由夜晚聲光效果 讓族人朋友以及參與民眾 都能夠感受到不同的原民文化表演模式 記者林佑晨採訪報導